总统候选人尚达曼说,候选人是否曾有政党背景,不应该成为判断是否具备独立性的标准,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、性格和信念是否具独立性。 在参加本次总统竞选之前,尚达曼是人民行动党高层,曾担任副总理、国务资政兼国家政策统筹部长等职。 他说,自己多年从政和参与制定政策的经验,让他明白政府运作的复杂性,这是优势,不是缺点。 尚达曼说,总统需要有更强的能力,才能向政府提供独立的建议,这些建议才会被认真看待,这完全取决于总统和总理之间是否相互尊重。 尚达曼说,在新加坡推广尊重所有人的文化,是他始终不渝的使命。 尚达曼以中文书法写下相互尽重四字,作为竞选口号。